好 继续来看的是这位 67岁的陈龙 他睽違17年再发新专辑 有别于这个电影 这一次可以说是温柔感性 电影里头的他是很不一样的 陈龙从6岁就进入了 中国戏剧学院学习功夫 之后顺利成为李小龙的接班人 还拿下了奥斯卡奖肯定 他说这一切都要谢谢 在背后守候他的林峰角 深情 真挚 唱出对家人 朋友的爱 67岁的陈龙 睽違17年再发行新专辑 我就要录一个唱片 录什么呢 不如讲我自己吧 讲我曾经没有讲过的话 对老婆 对孩子 对朋友 对影迷 对世界 主名 他说他帮我做 我帮你做制作吧 儿子房祖民担任制作人 陈龙筹备了十年 透过音乐聊人生故事 然而外界对他的歌曲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首歌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 渴望你的很真感情 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出 一百万张 哇 那个时候 哇 我都可以买过百万张 1991年 陈龙和陈淑华合唱的这首 明明白白我的心 传唱大街小巷 当年另一首感受也是经典 人说爱情故事纷纷和和 不必难受 可是你不是我怎知我痛 感受是陈龙和张曼玉 主演动作片双龙会的片尾曲 电影里的陈龙 总能自然呈现喜剧功夫 你怎么不跟我打 我干嘛让你打 1978年 陈龙主演蛇形雕首 时而挨打 时而搞笑 打破长久以来英雄不败定律 票房大卖两百七十万港币 也捧红陈龙 几个月后 陈龙和袁和平再度合作 推出功夫电影《罪权》 彻底颠覆李小龙不苟言笑 正气凛然的形象 票房更一举冲破六百万港币 把日常的木椅 灯具 融入武打动作 华丽又有趣 A计划开创了香港特技电影先河 也渐渐看出陈佳班特长 我是一个 歹代的陈佳班 到处打天下的人 甘肃拍完戏 现在又要到甘肃去了 甘肃七月之后就到墨西哥 陈佳班陈军四十三年 至今共拿下十三座金马金像奖 最佳动作设计 做过最用心的一部 是还没艳芳合作的歌舞动作片 我真的不能骂你 你怎么说你不能骂我 放手啊 千花过千万的港币 去买机器 而且每一个镜头 就用心去拍 很多人跟我客串 季节龟亚雷 柯俊雄 张学游等大咖明星 陈龙自导自演的奇迹 拿下当年票房第二的好成绩 不过真正让陈龙获奖肯定的 是他三十一岁那年 开拍的警察故事系列电影 1992年陈龙凭着警察故事三 勇多首作金马男主角奖 隔年更靠重案组连装金马影帝 演技从来是我最弱的一环 现在得到这个奖 证明我的演技有进步 要为了拿奖去拍戏 拿奖固然容易 如果一部电影 可以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喜欢看的 比拿奖更难 演技拓展到全世界 1995年 洪帆区创下北美最卖座 华语片记录 陈龙拿下纽约NTV 终身成就奖 从香港打到好莱坞 我讲英语 那意思是我往这边 你往这边 我往这边 你往这边 是 好 好 我往这边 成龙遇上克里斯塔克 文化冲突引发的喜剧效果 掳获北美观众 尖锋时刻系列电影 全球累积超过8亿美元 一直在重复 左手 右手 2010年 汉威尔史密斯儿子 合作完功夫梦后 成龙回归大陆 促进中美合拍 2016年 成为首位 获得奥斯卡 终身成就奖的花园 一口琉璃英文 很难想象 成龙小时候 常常打架闹事 只读完小学一年级 就被送进 中国戏剧学院 靠的是贴身英文家教 还有好莱坞环境中的磨练 为了打拼事业 成龙世界跑 而这成功的背后 少不了默默陪伴 36年的林凤娇 以前 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 到处去闯 只有一个人默默在家庭 守着我 就是娇姐 林凤娇当年还是一线电影明星 却抛下一切功名利路 只为和成龙好好爱一场 经过风风雨雨 依然不离不弃 这样也慢慢享受家庭生活 比以前多 以前可能我要求的太高 我要求他超越我 我要求他会所有的乐器 又会导演又会摄影 什么用现在不用 我给他压力太大 他自己也领悟到 他犯的错 所以他现在 一下子忽然间就长大 把主因归咎在自己的严厉 现在只求房祖民健康就好 指导的首部文艺片 《我的日记》 也找来儿子担任主角 对妻儿极力付出 弥补工作忙碌下牺牲的亲情 成龙努力不留遗憾 《我的日记》